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领陶客们进入这个坐漏于土地改革纪念馆的道地港式粤菜餐厅 穿越穿堂步入大厅布有古典美感的灯笼型透明吊灯 墙上摩登时髦的灯条 搭配东方雕花的门把 流线般的光影交错在一楼的用餐区 处处可见东方极现代的融合 仿佛踏进了一趟时空穿梭的旅程 既复古又包含许多充满新意的设计巧思 像天花板它就是让我们呢 时不时抬头看到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像烟花一样的缤纷 在窗框的部分呢 我们是选择了比较传统纸雕的设计 让大家看了就觉得蛮像过年的有这个喜气的感觉 在地毯的部分呢 我们就选择了铺墨式的比较迷彩一样的风格 经典的粤菜轻而不淡 鲜而不俗 嫩而不深 油而不腻 充满了传统港式饮食的情志 要做出制作工法细致的粤菜 靠的全是厨房师傅的料理功夫 来自香港的厨师团队 对粤菜有几十年的料理经验 从对食材的严格控管 到掌握火候时间等细节 任何步骤都绝不马虎 我们这边主厨都是从三港过来的 所以对于那个广东菜的料理方面 那个手艺都有好几十年了 这道韬客必点的冰烧三层肉 除了需要先风干之外 还得在猪皮上戳出许多小洞 让猪皮的口感更脆 最后再反复烘烤入味 第一层香酥脆口的外皮 第二层香而不腻的肥肉 第三层则是极致入味的瘦肉 招牌菜色牢牢抓住顾客的胃 除了油而不腻三层肉 当然也有清爽的餐点 黑木耳炒丝瓜 严选丰富的讲瓜 将口感较错的外皮 及软烂的内层都去掉 只保留最细嫩且爽脆的部分 搭配黑木耳拌炒 清新爽口 看上去一般 却是真正懂吃的老顾客 必点的菜色 黑木耳炒丝瓜 料我眼前这道菜 蛮好吃又蛮清爽的 琳琅满目的菜肴中 有一道特别典雅细巾 和风南非鲍鱼紫酱 新鲜饱满的鲍鱼 搭配日式鳞酱 最后再放上鱼紫酱点缀 师傅细心的摆盘装点 整道菜除了满足韬客的水煎 更是一道美好的视觉饗宴 菜单上四个有趣的小字 包罗万有 新鲜的鲍鱼 花椒肚 海参 日本干贝 再用特别熬制的浓郁汤汁 将所有高级食材完美融合 名副其实 包罗万有整道菜的灵魂 加于鲍鱼汁 鲍鱼汁是用老鸡 排骨跟火腿熬制出来浓的汁 这道菜的灵魂 就是靠汁来提味的 最喜欢的是右前方这个包罗万有 我觉得蛮丰富也不会说很油腻 都是蛮多喜欢的东西 当后厨传来过瘾的油炸声 就知道椒盐软壳蟹准备上桌了 挑选自东南亚的软壳蟹 高温油炸后 淋上伤辣酱 再撒上香气十足的椒盐 香甜及香咸融合在一起 成为餐桌上必备的小店 提到粤菜餐厅的主食 当然不能错过这道 先炒后蒸的金银蒜袋子蒸饭 多层次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金银蒜袋子蒸饭 整个工序也比较繁复了 先用蛋白干日本干杯 去炒好那个饭 然后再加那个袋子金银蒜 再蒸好了再出菜 美味的佳肴 舒适的用餐环境 让客人享受冰至如归的服务 无论是三五好友的聚会 家人间团圆小聚 或是商业午晚餐应酬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适合的氛围 我们就是希望来到这边的客人 不管是新客旧客 我们都希望能够提供到最好的美食跟服务 让大家来这边用餐都觉得像回到家里 能够觉得很欢乐很舒服 口耳相传的好口碑 让这间重整旗鼓的月菜餐厅成为许多 陶客们的用餐首选 在人来人往的台北市 继续陪伴着各地的旧与新知 一起探茶香 圆美食